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失去的时间 在你流泪之前 到了你的脸 我一直在失去 除了记忆中的那天 所以我闭上眼睛学会 温柔的伞里 你是我爱后的证据 除了擅长的抒情歌曲 阿拉在新专期中也再次展现不同风貌 无论是节奏性强的disco舞曲 或是轻快的电子摇滚 同样都能诠释到位 想见你我耳朵 爱见你我耳朵 想你我耳朵 天一一刻想我 我耳朵 原定只开一场的 旋人启息新歌手唱会 在歌迷乐利的支持下 夹开UNCLE唱 门票同样一扫而空 可见LaLa的魅力有多么强大 其实回顾徐佳穎的出道历程 相信有许多人 从见到或听到第一刻 就开始喜欢她 2008年徐佳穎从选秀比赛 《超级星光大道》中脱影而出 靠了自创的洗手歌曲 展现她惊人的创作俱佳能力 闯关期间除了零失败 更是最快得到满分的参赛者 而这首结合传统与流行的创作 更是让徐佳穎一战神明 我突然在意这分钟 眼前黄沙弥漫了口 耳边缠来残弱的苦酒 最敢要我爱得不保留 我心情买买买买 老三冠 我待望所依旧 过境云 放下小眼 五人冠 你现在的歌曲其实已经可以卖了 我觉得那个创作真的是 一名惊人的拉拉 一名惊人的拉拉 让她在一片叫好声当中 夺下超级星光大道第三届冠军头衔 隔年拉拉首张创作专辑 在粉丝的期待下正式推出 也让徐佳穎从选秀比赛参赛者 金香维格的秦秀 我不是一定要你回来 只是当有一个人看海 回头才发现你不再 留下我迂回的徐佳 从歌唱比赛拿下冠军的徐佳穎 即将推出歌人专辑 记者会现场众星云集 包括王伟中 詹仁兄 蔡建雅等 众多A级音乐制作人都到场力挺 而最让徐佳穎惊讶的是 看到家人和朋友的祝福比赛 看到好久不见的家人 徐佳穎情绪整个大崩溃 哭倒在记者会现场 那时候其实才完全没有在状况内 就觉得天哪是真的吗 好像是别人的人生 然后我只是借用她的人生 来过一段时间 我觉得紧张感比较多 我是一个比较容易紧张的人 尤其是对于在乎的事 就是还蛮容易紧张 蛮容易不安的 拉拉包办词曲创作的首张专辑 不但歌曲动听打动许多人 更一曲入为了第二十一届金曲奖 最佳国语专辑 最佳年度单曲 最佳作曲等六项大奖提名 还夺下年度这佳新人奖 这也是第一位 从超级星光大套毕业后 夺下金曲奖的新光帮歌手 谢谢大家 谢谢你们对我一直都无条件的包容跟关爱 没有你们的话 我今天不可能会有这一刻这么感动的心情 谢谢你们 我会继续努力 谢谢 等一下 还有谢谢那个金曲奖的评审 你们对我这样的肯定真的非常重要 谢谢你们 谢谢 那时候金曲新人当然是有很大的加分 因为到哪里 人家就只记得金曲新人 到现在可能还是会有人说金曲新人 但是其实已经很旧了 不过没关系 那是一个过程 上下很大的鼓励 虽然也曾经带来一些压力 但是走到现在呢 它其实都是过去的事 现在就是只是继续要往前看 但YG害怕许佳寅会不会因此被金曲谋 做产生的同时 啦啦却先遇上了创作 即情商的第一场 首张专辑的成功 及大量的创作需求 让许佳寅一度掏空了自己 这也让第二张专辑的推出 一度面临难产期 第一张那时候 大家都很 很多的肯定 那所以到第二张的中间 就会 就会反而得失心太重 陷入一个瓶颈 酸牛角尖 所以写歌也写不出来 然后对自己也开始丧失自信 这时候状态真的很不好 而且也会 就是没有办法达到一个很平衡的健康状况 我记得你后来是辅助的 这种状态 对 就去旅行啊 然后 就是还是其实要把这些事情先抛在脑后 要去放空 然后跟别人聊天 去看看别人的生活啊 跳出来以后 才可以 比较客观的 再去看待这些事情 透过沉淀 徐佳瑩今天地抓回自己的互料 把压力与瓶颈 选化成第二张专辑极限 走过第一场啦啦 却也让歌唱及创作 并且很有张力 用心体验生活上了每件开心及不开心的事情 也让啦啦对于歌曲的诠释越来越细腻 2012年徐佳瑩推出第三张专辑《理想的人生》 高唱自己的生活观 动人的演唱 生活金曲平准青睐 一曲入了第二次届金曲奖 最佳鼓与歌手奖的谈命 与林依莲等资深唱将一笔到下 你敢不敢 承认我爱上你的回忆 你敢不敢 说和我想爱我一样 白个内心的坚决 你敢不敢 爱一个人如此卑微 无论是专辑销量或是音乐奖项 啦啦惊人的魅力都不容想去 而除了擅长的动人情歌 徐佳瑩也有余在音乐上做创新和实验 这点从一年发前的作品当中 都能感受到 啦啦不靠华丽的包装 或是亏捍热歌进入 选择用自己的方式 将快歌唱出不同的味道 最令人惊艳地玩音乐 则不能忘记2013年 即将在潮汐力啪的这段表出 搭带的圈 我也会ましょう 哪个 revi algunaka 哪个人先被他冠 可能会没有脚印 換脸漫群 却不能放 够够 我心情感到 你现在世界只有一个旺马 我都花了七夕 事败还要劲 當你放過這舞的天亮跟你說不要 別再看誰都會想你 還會無謀 我放在水裡快樂我就睡覺 放過我多冷的冷的在逍遊 在可惡 被抓走 從頭想走 只能知道 我是一個窮小孩 找到你 別人都來 在從中路前頭來 沒得理由 別人都來 不畏懼看全開 想走著一隻的愛 來 光復站起來 整個人離開 世界都已迷惘 不平凡 現在 世界都為你生存 不不改 搭搭一天 達拉監督了玩音樂能力 不只發揮在自己的作品上 像是阿鈴 郭靖 楊承林等人 都曾唱過達拉的創作 對於創作這件事 真的是抱持一個 順其自然的菜式 唯有這樣呢 我才會寫出 我自己滿意的東西 像最近郭靖啊 就是他是我的好和好的朋友啊 他最近發的新專輯 咽喻的第一個主打歌是 龍情人 就是 他每次看到我都一直跟我吹 就是我們那首歌 講了好久好久 然後終於寫了給他 然後沒想到 也可以變成他第一主導 我就覺得很開心 而且我們 幾乎是同時發片 那時候上通告 常常可以一起上啊 什麼的 就覺得 感覺非常好 這次尋人啟示已經來到了第四章 最大的不同就是 我覺得是算是更認識自己的狀態 不想要再被創作所苦惱 而是想要駕馭創作 所以 就是找了很多 自己很欣賞的老師 還有朋友啦 一起參與創作 有一半以上的詞都是請別人來執行 那反而這個過程中呢 讓我學到很多東西 而且擦出新的火花 有沒有被人家輕鬆 被人家創作量就有點減少了 跟別人合作 是有那麼一點 除了四年 歷經四張專輯的磨練 徐家瑜人繼續展現飽滿的創作力 而2015年 啦啦也將站上小巨蛋 高歌給更多人聽 無論你是不是害了歌迷 徐家瑜都值得你打開耳朵 謝謝聆聽啦 完全樂成音這裡報導